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文问跟吴浩生爱情长跑九年,今年二月顺利完婚,三个月后金文问回到南投老家归宁,席开一百桌,场面浩大,文问的爷爷曾是南投的一掌,除了许多亲戚好友以外,也有许多正商名流共襄盛举,两人归宁眼在即,新娘文问的保养品侯爷台北营业处也正准备开幕, 让吴浩生哀怨说根本没时间做功课,更让文问语出惊人说婚后生活一点都不好,新嫁娘文问为了台北店的开幕,每天只睡不到五小时,讲求完美的她让吴浩生格外心疼,也跳下来主动帮忙拍摄产品,让文问直说婚后不满意是因为自己的龟毛个性,但最满意还是身边有个完美老公。 文问表示这一次还好有吴浩生的帮忙,归宁五燕跟侯爷台北门市的开幕,完全让她压力倍增,笑说如果没事不要随便结婚。 吴浩生老婆文问是男头望族,家族庞大,不过吴浩生自决婚后表现一百分,面对亲友丝毫不紧张,唯一觉得害羞就是婆妈们一见面就是催生,还说优良基因要生三男两女,也因为家族人缘太多,有叔公,就公,姑婆,姨婆等等称号, 让他寄了一个就忘了两个,直呼好球,而面对生小孩计划,文问则说等到新店开幕店面营运稳定后,希望明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喜悦。 文问抱入归宁。 民事提供,文问抱入归宁。 民事提供,文问抱入归宁。 民事提供。 民事提供,文字提供,文字提供,文字提供。